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被网友拿来一绝高下 从目前的热度看 创四和青三在刚开播的时候还是旗鼓相当 现在前者可以说是完全碾压了后者 成为时下最为热门的选秀综艺 要知道在同一个档期中 创四的对手绝对不止青三一个 还有去年选秀顶流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二 要知道这一档节目一播出就上了好几个热搜 那么创造02021是如何突出重围的呢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全员拿了喜剧人剧本 这一届创四 按选秀节目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所谓的成团 哪怕是去年顶流的浪姐 成团之后的姐姐们 依旧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更不用说这些来自各个公司 只是组合一年的限定团了 所以创造02021自带喜剧人属性 吸引了无数的路人观众 上一期韩美娟在进行二创表演的时候 可谓是将综艺喜剧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米卡一组死磕演唱 改编的曲子很有自己的风格 赞多立完这一组 编舞也很给力 不愧是世界的参差 到了韩美娟这一组 却剑走偏锋 来了一个男团最低标准 整组人员集体捐化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来自一次自黑 歌词也是很有态度 既然你说我油腻 那我就油腻到底 或许所有的选员都没有想到 他们来这么一出 更觉得是 学员还给导师来了一段线编的词 本来以为可以套路导师 结果邓超上来就来一个模仿秀 可谓是姜还是老的辣 瞬间就引爆了全体学员 轮到周深模仿时 直接来了一段萝莉音 全场学员都笑疯了 整体的氛围很好 他们才是重新定义男团 在严肃的搞笑 也在严肃的表达自己 此外 创四能够成功的原因 更多的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学员们 一公的撑腰王是学员们选的 主题起的C位还是学员们选的 哪怕只是想回家 不想出道的利路修 他的命运也被千万网友掌握 或许这样具有喜剧人精神的创似 开创了男团选秀的新风潮 所谓的男团 不一定是要有固定的标准去衡量 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男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讯息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